爸爸舞上线有无尊一对儿女坐镇,爸爸去哪儿给湖南卫视集聚了不少人气,而且捧红了不少星霸萌娃,前几日有消息传出,爸爸去哪儿遭遇停播,小编还担心了一把,后面经证时只是没在湖南卫视播出,而是选择了网播,日前,爸爸去哪儿舞在优酷暖萌上线,新一季的星霸萌娃再次成为了焦点, 不过要说到新一季的萌娃谁最强戏,自然是陈小春儿子,一出镜便称自己是巴斯光年,当工作人员想要进房间玩时,Jasper显得有些慌乱,连忙说等一下,之后他跑回房间将面具丢下,然后一人分视两脚,和工作人员玩耍起来,一顿折腾之后,Jasper捡起地上的面具, 坦承自己就是巴斯光年,如此看来,Jasper还是个小戏骨,炸裂的演技,将妈妈逗得哈哈大笑,也算是完美继承了爸爸的独特演技, 另外,新一季爸爸去哪儿,还请来了杜江和儿子恩亨,吴尊和一对儿女,刘更鸿和女儿,以及实习爸爸邓伦,将带着陌生萌娃培养感情,最惊喜的莫过于阿拉磊对邓伦的考验,看完萌化了不少人的心, 如今爸爸去哪儿为播鲜火,之后的话题自然不会少,不过也有网友表示,还是想要懂力回来一次,看来这次阿拉磊的到来,还让很多人对上一季爸爸去哪儿念念不忘呢? 小编认为,虽然为了网播,但是萌娃的可爱并没改变,我们期待新一季爸爸去哪儿,给我们带来惊喜。 for拓优优独播剧场